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全胜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里头 所有的人都要做好 川普当选总统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第一个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什么 是北约 在北约国家里头 川普过去曾经称北约 他要退出北约 最近他接受法拉奇 法拉奇是谁 各位可能忘了 他是在英国脱欧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主导者 而且曾经在英国当选了 当时英国还没有脱欧之前的 欧盟的议员 在议员里头 他就是代表英国脱欧的角色 经常发表言论 川普和这些英国的极右派的人 就是向来有很好的往来 他接受了他的专访 总共33分钟 我们在昨天文献的世界秩序 欧洲版的时候 特别报道了这一次俄罗斯的大选 俄罗斯大选之后 普丁狂扫了87%的选票之外 整个投票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德国的专家特别分析了投票率代表什么 代表普丁因为俄乌战争 而完全取得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所有的胜利 在这个状况之下 普丁于事后的国际记者招待会里头 他特别宣布 他说现在北约不断的扩张他的成员 和当时1990年 苏联就是前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 主要的苏联这个角色 签的国际条约内容完全不同 1990年的时候 为了促成东西德统一 苏联同意 美国所提议的让东西德统一 交换的条件是北约不得东扩 后来北约不断的东扩 俄罗斯提出了抗议 当俄罗斯提出抗议的时候 美国直接的告诉俄罗斯 你们的苏联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签约的对象是苏联 不再是你们 这个是普丁经常在接受对外界访问的时刻 他所说的俄罗斯的悲情主义 他如何的被美国鄙视以及践踏 而现在整个北约组织更扩大了成员 也就是在这场俄乌战争里头 各有德各有失 从普丁的角度来讲 他让北约更加壮大 所以对俄罗斯是更加的不利 但是他个人在国内却得到了更大的声望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川普接受了访问里头 他谈到北约的时候 他就说我会好好保护你这个国家 可是你好好出钱 你该达到GDP的2% 你没有做到 他特别点名了德国跟法国等等 其次呢 川普也特别谈到了 他和习近平跟普丁的关系 他说外交不是你习不喜欢对方 而是你要跟你的敌人有交情 你才能避免战争 所以他骂拜登是一个笨蛋 因为他全世界进行了一大堆的纷乱 如果不是拜登的话 不会有恶务战争 或是战争发生可以很快的可以停火 同时呢 跟中国的问题也不需要处理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这个是他完全在和法拉奇专访里头 完全不会演的 那至于这个好朋友 他进行到什么样的关系 他进行冲突到什么地步 妥协到什么地步 他并没有更深入的一些说明 中国大陆的专家认为川普的当选对中国是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疏远北约盟友 而且使得中东的冲突恶化 因为他准备杀手不管 没有人知道 这是事前规划好的布局 还是川普再出其招 这位超忙碌的美国前总统 笃定将获共和党提名 且极可能成为2024美国总统当选人 先前大方邀请英国民粹主义领袖 同时也是前英国脱欧党主席法拉奇 走进他的佛州海湖庄园 进行了长达33分钟的专访 这个星期二 专访内容终于曝光 这无疑是一只法拉奇和川普的双人物 美著名政治网站Politico说 光是这一小段问答 应该足以稍稍缓解欧洲近期的紧张情绪 川普对北约退群的积极澄清 凸显了川普倾向于透过商人视角 来看待美国外交政策 他不完全了解 也根本不想理解 美国从北约获得的好处 川普眼里只有钱 特别是五战当头 及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强大威胁下 他认为这是美国大豪的出售武器的机会 北约成员国尤其是德国 完全没有理由不实现GDP占国防开支2%的目标 这是川普2024年2月 公开鼓励俄罗斯对那些不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国家 为所欲为后 一段刻意澄清或者该说是好的举动 川普虽然在专访中强调 他一直在沉思欧洲与美洲之间 长期存在的那条美丽宽阔海洋的意义 但对欧洲来说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如果是川普领导的话 几乎可以确定 是一个完全不理解自己想法的国家 你之前说你相信那谈谈谈谈谈可以找到平衡 你可以找到它快速 是普通的那样我们可以谈谈谈? 是的,我认为他是 我们做得非常好与他 我看,我会被解放了一种 我停止了一路的派避 南风也很明显 人们都不明白 我对他跟普通的一路 我跟普通的一路非常好 我跟普通的一路很专门 这是一个好事,不是一个坏的一路 但我停止了一路的派避 川普在俄罗斯总统普丁 顺利连任之后 再度释放出自己才是和平使者 可以促成俄乌廷火 他同批拜登 是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靠战 经济没有表现 任由非法移民 挟带毒品入侵美国 拜登完全不适合管理国家 如果当初2020是川普自己当选 今日的美国和世界 不会如此纷乱 你不会有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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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民调指出 虽然高达四分之三美国人认为 国家正朝向错误方向前进 但他们也同意 一个分裂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所谓 强而有力的外交 英国近报冷眼笑看川普这场真人实境秀 趁川普坚持至少要半小时才能发表大量爆炸性言论 他预言他绝对会找特定任务算账 果然当主持人点名澳洲中美大使陆克文 曾在就任前公开批评川普是疯子和西方的叛徒 他必须上钩 澳洲外长黄英贤在消息传出后 力挺陆克文任内表现 并强调就算川普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 澳洲政府也会继续保留陆克文的职位 但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周波分析 川普如果重返白宫 这个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川普的威胁对中国不起作用 却可能疏远北约盟友 并使中东冲突恶化 川普2.0的对华政策 将会和拜登时期非常相似 即便他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 最终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接近零 倒霉的也会是在中国的美国制造商 美国金融市场也将暴跌 美国得被迫从其他地方支付更高价格来进口商品 至于川普对关键高科技流向中国的小院高墙政策 终将无法抵挡全球科技人才流向中国 北京正对科技创新进行大规模投资 最快到2032年 中国申请的智慧财产权总数 就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日前撰文分析 俄乌及以哈这两场战争的失败者 都不只是交战双方 还包括美国 因为他对乌克兰及加萨采取的双重标准 以使美国严重失去了国际信誉及道德权威 就算川普再次当选总统 也会进入一场漫长的修复过程 至于欧洲 或许该感激川普的再次出现 就算他最终在11月大选中落败 都已迫使欧洲在自身防务上重新团结 对欧洲来说 比乌克兰领土损失更大的 将会是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 可能又要乌克兰割让领土 又是该国非军事化 就算拜登成功引任 川普效应也已成功凝聚了跨大西洋秩序 欧洲不会再将美国的安全保护 视为理所当然 且这样的效应 正持续扩大到亚洲及南方国家 川普当初说 不付钱就不保护 或许只是一句细言 如今就算透过专访补救 恐怕也已彻底翻转 全球地缘政治走向 当世界越来越相信战争 才能解决问题 也越来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有些国家各国争伤的 拿国家的预算去买武器 目前为止统计从2019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 我们的资料来源是 SIPRI武器转让资料库 2024年3月的资料 印度实战了9.8% 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是沙特阿拉伯 他们看到了以哈战争 赶快地要保护自己 还包括了卡达 占了7.6% 乌克兰占4.9% 他的战争 巴基斯坦也占了4.3% 因为他跟印度对抗 日本4.1%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某一个程度要保卫自己 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埃及占了4% 澳洲占了3.7% 韩国占了3.1% 中国占了2.9% 但是中国很多武器 是自主自己设计的 所以这不表示 中国不重视 它的整个军事武器 而2019年到2023年 全球十大武器出国 谁在军火里头 得到了一本好生意呢 当我们越来越相信战争 而且越接近战争的时候 No.1是美国 央央领先占了42% 第二名是法国11% 和它排名相同的是 俄罗斯11% 其实中国也占了5.8% 也是武器的输出国 德国占了5.6% 意大利占了4.3% 英国占了3.7% 西班牙占了2.7% 以色列占了2.4% 韩国也把自己 变成了一门好生意 出口2.4%的武器 印度为什么要成为 全世界进口武器的 第一名的国家呢 印度现在正是在 美中对抗当中 在地缘政治拥有 更好地位 最好地位的一个国家 它在这次俄乌战争里头 大家都在制裁俄罗斯的 石油跟天然气 它就扮明了 我不理你 我就是要账买 因为我很穷 而美国为了印太战略 也不得不吞下去 就接受了印度 无论如何 美国的首要敌人 是中国 可以唯一制衡中国的 从经济到边境的 军事力量的 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大量的 进口它的武器 而下一个问题来了 很多人希望印度 可以成为取代 中国的制造地 越南太小了 那印度的人口 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它人口还超过了中国 目前它的经济呢 成长率是落在 6.5%到7% 中国过去呢 经济成长率非常高的时候 都超过10% 甚至12% 都是双位数字 而印度现在大概就是一半 或是三分之二左右 在这个情况里头 当大家纷纷抢进 印度这个探头堡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印度能够复制中国 当时的经济成长的数字 而使得很多工厂 都搬离中国 最后搞垮中国 可以进入到印度吗 目前为止 有摩根斯丹利 还有相当多的财经人士 国际事务的专家 我们给大家整理出来 他们认为 首先第一个 印度必须进行 大刀阔斧的改革 目前不可能 一系之间 就做到取代中国 此外 他们认为 辛德里自己本身 就是莫迪政府本身 他的印度宗教主义 就是他完全用印度教 作为领导整个国家的 整个方向 就跟全世界现在席卷的 各个现象一样 这个国家 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政治上 是一个对抗国家 中国梦奋勇前进 就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刮在嘴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挑起中国人内心 澎湃的强国梦 印度领导人莫迪 也依循几乎同样的论述 讨论与政治语言 激发出印度人 对于一整个国家 一整个民族 在受尽殖民悲屈 与人间苦难失恋之后 从土地翻身 防守跨步 走上世界舞台前方 那个世人 翘首仰望 聚光灯下 最耀眼中央位置的 美好想象 都要珍惜 中国人都不肯定 中国人都不肯定 因为日本国家都不肯定 现在予处理 与你的国家 和我们需要和要自由 而不肯定 人民并不肯定 香港国家 做了 回应 东升西降的剧情成为近几十年 市局运转主轴 在中国成长放缓之后 全球投资人开始寻觅亚洲周边市场 下一个具备与当年中国相同潜力 和爆发力的新型经济体 其中南亚大陆上古国印度 由于人口量体惊人 青年劳动力充沛 再加上2014年 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以来 积极推动现代化与情商路线 被认为有潜力复制中国模式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因此包括德国车厂福斯 美国苹果公司 南韩三星与台湾代工业者 鸿海和硕等都积极抢劲 扩大在印度设厂或拓点 在全球产业界掀起一股印度投资热 追捧这个南亚大陆上的新大国崛起 莫迪逐政以来的大型土木 和制度翻新让印度上上下下 从交通建设 税制货币 外汇存底 甚至是击毙已久的贪腐问题 都有着不同于以往 刻板印象的进步面貌 然而如果说未来的印度 有机会取代今日的通过 那么今日的印度 不可会言在许多层面上 就仍然处在上个世纪 中国刚崛起时 那个深色摸索 青黄不戒的阶段 我们应该认为 那边的距离 之间的印度和中国 是非常大 中国的货币 中国的货币 是六次的印度 中国的货币 是12,000元 在中国的货币 印度是12,000元 在中国的货币 中国货币 中国货币 18%-1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实上今天的印度经济活动仍有高达四成的比例来自农业产出 反映在劳动市场上代表大多数的就业机会 还是停留在农工地形领域 这也导致了青年事业率飙高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的比例更超过了四成 失业问题和整个国家富起来的过程中 一部分人没有搭上高速成长的电梯 造成的机会不均等 隐然成为社会不满与骚动的来源 而这一股潜伏的民怨 在印度民族主义风潮 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之下 有可能升高为印度发展前途中的挥抱弹 包括国际知名的印度历史学家 古哈等多位学者专家 都对现任总理莫迪的民粹 市政风格和充满侵略性的统治手段 表示无法苟同 古哈认为莫迪对穆斯林的打压 是想借由重塑印度过去 被伊斯兰王朝统治的历史 将其定位为外族入侵 来凸显自己大力拉抬印度教的 民族复兴形象 因为只要讨好了 占了印度人口高达八成的印度教徒 莫迪的人民党就能轻易碾压其他少数族群 确保自己的长期执政 可以炒作印度教与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连结 来攫取政治利益 其结果是莫迪与他的印度人民党 在过去十年独霸政坛 原本的主要政党 国大党和其他的印度小党 都沦落到了政治边陲 失去多党制衡的作用 然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政治上的一党独大 到底是一种助力还是一个阻力 中国经济半世纪以来的变化 或可作为对照今日印度与未来印度的参考 简易国之力培植产业的计划经济确实可以载舟 但过度控制的高压统治 也能在转瞬之间打翻一条船 如何在高速成长当中维持社会的稳定 确保多数人都能共享经济的故事 是大国崛起这一堂课中最关键的考题 老板熟练的单手打蛋 将铁碗里20颗蛋液拌匀之后 倒入热好的油锅开始拌炒 因为量多火候拌炒速度都要控制好 最后加入灵魂酱料 用酱油稍微调味 炒鸡蛋铺上白饭 每一口都是满满蛋香 很香的 怎么说 有猪油的味道 然后它有酱油 它很刷型 它的饭很粒粒分明 然后它的蛋有加一个酱油 就也很好吃 只有在口罩看到而已 外面在就是蛋炒饭 对 不然就是可能煎蛋炒蛋 另外饭是因为白饭 蛋饭这一位是云林斗六人 从小吃到大的平价美食 甚至还有人特别从其他乡镇跑来买 因为我不住这里 你不住 隔壁镇 隔壁镇特别跑来这里买 不少人表示其他地区都没有看过蛋饭 而鸡蛋跟白饭粒粒分明的口感 又不是蛋炒饭或是煎蛋炒蛋能够替代的 不过蛋饭这一道料理 其实起因是源自于父母的爱 老板说自家孩子小时候比较挑食 才会用炒鸡蛋加酱油 跟白饭拌在一块吃 没想到竟误打误撞 成为了在地特色小吃 海鲜披萨这回下面不只是多了鲜虾 还有蟹肉棒 又多了8颗超Q嫩的干杯 连锁披萨打美乐上罪宣布停卖 夏威夷海鲜披萨 18号突然重磅回归变身豪奢版 巨无霸尺寸要价1500 虽然用料大方 民众听到价钱 认为买单前真的要想象 850就可能高了一点吧 以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好吧要卖680吧 850可能就要再考虑一下 20块美国人可能也说不太贵 但是台湾可能会30元美金会贵 一个披萨要价850元 要当晚餐或是中餐实在很伤荷包 业者限时下沙外带299 也提供1516寸980寸 而林口味夏威夷升级为台湾金针凤梨 同一时间竞争对手 比胜客除了不定期推出猎奇口味 也进攻小资市场 外带7种口味13寸大披萨不用200元 达美乐CEO也表示 不会像禁止一样长期推出特殊的口味 是因为这是短期操作法 听得出来火药味浓厚 还有被炸鸡耽误的拿破里披萨 也加入战局 外带5块炸鸡大披萨下沙199 披萨有奢华有评价 就看消费者白不买单 特别新闻网新章 我是村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它这里的格数都会对应说 这里面有几张签码 然后呢就是大奖通常都是公仔 然后公仔的签数就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这一支 A它就只有三张 然后B就只有两张 这就是源自于日本的一番賞 大多都是以知名动画为主题 例如七龙珠 海贼望等等 每一套都有专属编码 不同英文编号 对应到不同奖品 只要花三到四百元 就能筹一支签 签盒在这边 可以对一下签码 那它这边就有显示居赏 对我得奖居赏 就是可以抽到这个杯子 虽然无缘高价公仔大奖 不过就是主打每抽必有奖 让消费者都想一时 美中冲突使得印度崛起 但是崛起可以到什么程度 我们刚刚做出了报道 美中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AI的竞争 美国遥遥领先 中国也尽全国之力 希望能够发展AI 而中国主要在AI方面 比美国领先的部分 并不是在它的技术方面 而是在它的应用方面 但下一个问题就是欧洲 欧洲也全力地向德国 都在支持AI 可是欧洲在目前为止是落后 排名比较前面的反而是英国 而不是德国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美国要不要进行对AI的监管 欧盟首次通过了 对于人类AI的第一个监管法案 美国要不要 美国目前的说法是 如果我们进行对AI的监管 我们就会输给中国 因为中国不可以监管 但现在是中国也准备监管AI 因为他们觉得这将是一个 很破坏国家安全 稳定的一个可能性 总之全世界呢 未来很大理想竞争 是关于AI领域的竞争 其中最可怕的是把AI 用在军事上面 第一个人们可能会失控 第二个当它用在军事上的时候 它可能会所向无敌 我们一直在报道 我们进入了一个向性战争 而且越来越靠近世界战争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候谁喊停是一个大问题 当AI再加入在出现的时刻 喊停的距离又更少了 从中国欧洲再到美国 这市场无论区域或国家都不想落败 不愿输给竞争同才的科技霸权之争 当人工智慧被公认为主宰 未来核心科技产业技术的现在 明显落后的欧洲卯足全境 试图弥补与领先者间的明显差距 一马当先的美国 凭借手中强大话语权 向世界提前施警 买手于AI创新的中国 继续夹在美欧的联手制衡中 寻找自身优势 这是德国之声纪录片 AI霸权中美欧间的人工智慧之争 Alef Alpha 2019年成立于海德堡 是41岁德国经济工程师安德鲁利斯 在加州矽谷为苹果效力多年后 回国返商创办的人工智慧公司 业界年龄五岁不到的新创AI企业 是欧洲寄予厚望的希望灯塔 德国政府眼中闪亮的欧洲版OpenAI 安德鲁利斯说 如果有太多客户不愿曝光 海德堡市政府是愿意接受采访的手术 我只讨一问 这不是的答案 现在可以找到任何东西 AI研发无比烧钱 欧洲在大型语言模型开发过程中的最大挑战之一 正是资金的取得远不及美国 尤其当大家心中认定的业界翘楚靠着父爸爸撑腰 用钱堆出的最新语言模型 更精细到超越许多普通人的语言能力时 欧洲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OpenAI由微软半数持股并溢注了百亿美机 Alpha仅仅募资了2800万欧元天有地的差距 在实际上,游战开始了今天 我们将会移动,我们将会移动快速 我们每天都想帮助新的东西 在14月23日,OpenAI发布Chatt GPT-4 最大的智能智能智能 保持人压力如24指病 而双卷销出人 memory 产续指他有迷 nik 현娱忍 仅仅穆不如 Pros 歐洲还有另一位挑战 在巴黎纽约荷兰都设有办公室 由法国企业家沃尔夫所成立的AI新创企业HoggingFace 对于这场全球AI争霸 法国人关注的不适合时能超越OpenAI 而是语言模型中必须拥有欧洲色彩 2022年11月Chad GPT恒空出世 为AI产业灌入大量比拼欲望 2032月时代杂志形容全球AI争霸战 已成军备竞赛 表示2030年前 AI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5兆美金 也正是当资本开始疯狂逐利后 过往被视为唱衰的批评 到了今日都成合理戒言 2014年我发现了未经济生活研究 它有很适合谱 甚至谈论AI安全性 因为这就意味着它完全不完全安全 很多AI研究者认为 这会不太好资源 而只有虚拟人们都不太害怕 2023年3月 由瑞典艺科学家创办的 《生命未来研究所》发表公开信 呼吁全球暂停训练比ChatGPT 更为强大的AI系统 苹果共同创办人沃兹尼亚克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等众多科技大佬 全都联署支持 2023年5月 美国人工智慧安全中心 也以公开心要求 把降低AI可能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 定为等同于核战及流行病的 全球优先事项 签署者之一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2023年6月 亲赴美国国会作证 呼吁政府发展AI 务必结合政策规范及教育 它是一种我的最大的关系 它的更多能力 这些模型的这些模型 能处理和提供 提供一种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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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我认为人们能够提供 公司做得正确的事 预计和公职教育 就在AI业界科技巨拨 竞商要求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法规之后 人工智慧可能引发伦理担忧的讨论风起云涌 拜登总统就AI的国安隐患一周开会三次 尤其关注其可能的地缘政治后果特别关注中国 前腾讯AI部门高级科学家孝涵 2021年在柏林创办AI科技公司吉娜 是德国之声镜头下 中国人工智慧技术快速进化的海外优良代表 很多人可能会认识这些人 这些是一种祖父的秘密 他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 所以如果您发布这些照片 到这个讨论 它会发生一个故事 它可以发生一个故事 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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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能保持它几乎 然后我们就做 它不是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更多 他召唤到房间 他的声音召唤在座场 我召唤比我更多的孤独人 I've become more than these disappointments suddenly his eyes glinted a revelation forming within his mind perhaps it is time I showed the world that again with strengthened resolve Arthur placed the coffee down marking an end to his solitary reflec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so basically this is what you can do when you push multi-modal ai into an extreme right so you can see from a single image you are able to generate not only a text description but an emotional audio story 肖涵不會言地說替中國培育出眾多AI大神的人才搖籃之一正是美國企業 Microsoft set up an office in china called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this was a gesture from bill gates back in the 1990s because he wanted to guarantee stronger market access to china this laboratory has gone on to train the who's who lists the superstars of the chine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ld many of the key people in this laboratory have gone on to found companies such as make the sense time or either either found them or they've taken on very senior roles in them 解言之全球AI之爭中国全力衝刺前进美国追求利益极大化继续向前 欧洲不想垫底也为独立性而战只是当各国纷纷靠着拔尖AI 技术握有话语权下一代的孩子或许永远无法跟上人工智慧的顶尖能力 这道以游科学界提出的疑问句你想好答案做好准备了吗 我会拖起我ить小学生日年纪尾妇 尔小鸟 看他在眼前的眼睛 看看他的眼睛 现在他的证明能很少 人比较较大的 GPT4 and he's never going to catch up with AI, ever I have two kids that are in middle school and I'm thinking exactly about that what I should teach them so they kind of prepare for the AI-infused future how do we teach our kids to kind of build something like unique and individual 打上一顆蛋倒入肩盤 接著鋪平蛋餅皮來回翻面 再加上起司火腿配料 一份將近半公斤的千絲蛋餅出爐 這家位在台能承搭附近 是不少學生早餐首選 份量很大 早上吃的可以飽到中午 我會比較喜歡這樣子的口感 對 而且這個比較有飽素 畢竟一日之際 在餘成吃飽很重要 而民眾仔細算一算 跟以前比光在吃早餐 支出還有更多 本來是90 加一層服務會99 現在是變成120 再加一層服務會132 一個餐點搭一個飲料 也要五六十塊 現在物價上台北早餐一頓 至少一百元跑不掉 貴了二十到三十元 連鎖超商看準早餐經濟 根據統計早餐外食人口 多達一千一百萬人 加上生活習慣的改變 每年持續成長兩成左右 搭上國際早餐日 全台四大超商推出超值組合配 只要四十九元就可以吃飽 全家為例多達兩百多款的商品 讓民眾自由選 靠抽iPhone活動 希望增加買氣 Seven則是在咖啡的部分 指定品項第二件半價 再來萊爾夫OK超商 同樣也是同半價組合 我們有觀察到 其實因應消費者的生活習慣轉變 那蠻多的消費者 他可能是睡得比較晚 也起得比較晚 那整體可能很多人 就是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業者除了超值組合 還搭配節日優惠 刺激早餐買氣 TV的新聞固守窗王 青鵬王思淳 台南台北採訪報導 油香壓入湯汁 再撒上菊花瓣葱花 今年口號搭配士氣 要吸引消費者注意 來自大陸重慶的重要川菜 酸菜魚 酸辣重口味 鎖定年輕人的胃 近年來台灣流行 現在以石頭火鍋 起家的連鎖餐飲集團 也要來餐一咖 主打是一碗點 湯頭可以喝的川菜魚 所以相對的 它的口味上是可能沒有到 中國大陸這邊的一個口味 那麼重 那麼的酸 那麼的麻 以及那麼的辣 口味既要到地 又要合台灣人味口 以他們的調味來說 酸辣比重 相較大陸當地少三成 一天最多可賣兩百份 剛下面的水蒸機可以上來 大陸美食來台 還有江南地區 特色小吃 梅花糕 麵糊 填滿芝麻 芋頭 湯圓等餡料 讓夜市天天掀起排隊潮 先前甚至要等一小時以上 透過大陸的抖音 小紅書等社群媒介 傳遞到台灣來 現在越來越多的大陸美食 已經進到這裡 比方說像是熱奶寶 冰粉 涼皮等等的都很流行 但是當店家越開越多的時候 這熱度能為時嗎 過去十多年來 大陸餐飲 僅有海底撈 以新加坡商身份 搭配美甲 按摩等各式服務 成功征服台灣消費者 但像是十年前 大陸知名 彈魚頭火鍋登台 才營運三年就說掰 小肥羊曾經一個月 創下1400萬業績 蜜月期一過 五年後首攤 那變成所謂的一個 街邊店的情況呢 它能夠去發展的比較長久 但如果今天它是所謂的 一般性的小吃的話呢 可能就要看這個當下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定的話題 相較日韓料理 大陸餐再一台占比還 許多人會問 晶片半導體 中國到底會不會自己突破 時間會多長 一年兩年三年 或者什麼時候 華為現在是不是已經 做到了哪些東西 實際上這個部分 行家會告訴你 可能要三年 五年 甚至有的時候 是更長的時間 但是有一項是電動車 尤其是電動車的電池 它幾乎南瓜了 全世界最厲害的 這個納電池 那最近也發展出一個 叫做納離子電池 其中最重要的公司 是您的時代 是電動車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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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電池 是電動車的電池 美国或许能从晶片与技术出口管制 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电动车电池 这场决定21世纪技术控制权的竞争中 美国注定难忘其向背 电动车核心要素零件 离电池是中国遭美国多方包夹后 截至目前为数不多 还具备能力规避白宫垄断与脱钩的自家制造领域 CATL和BYD 两个都是中国 一起成为53%的EV电池 所以随便拿两个电池车 一的会有中国电池 你明白为什么这问题吗 您的时代之所以能够维持生产王者地位 旗下主力产品磷酸铁锂电池 拥有独家研发专利 确保电池性能与热稳定度跟寿命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中国拥有大量的锂矿储备与提炼技术 但您的时代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RELYING ONLITHIUM ALONE WON'T CUT IT THE WORLD WILL NEED EVERY OPTION AVAILABLE AND THAT'S WHERE SOTIUM ION BATTERIES COME INTO THE PICTURE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AT ELEMENT BENEATH THE EARTH'S CRUST SOTIUM IS ABUNDANT MAKING UP AROUND 2.3% IT MIGHT NOT SOUND LIKE MUCH BUT THAT'S OVER 1000 TIMES MORE THE AMOUNT OF LITHIUM FOUND UNDER THE EARTH'S CRUST NOT ONLY IS IT MORE READILY AVAILABLE BUT IT'S ALSO CHEAPER IN EARLY 2024 SOTIUM CARBONATE WAS VALUED AT APPROXIMATELY $290 PER METRIC TON BATTERY GRADE LITHIUM CARBONATE WAS MORE THAN $13,000 PER METRIC TON AND LITHIUM BATTERIES NEED PRECIOUS MATERIALS LIKE COBALT AND NICCLE TO WORK BUT SOTIUM DOESN'T IT'S FOUND EVERYWHERE IT'S SIMPLY SALT AND NOT LIMITED TO A SPECIFIC REGION THE WORLD'S LARGEST BATTERY MANUFACTURE CHINESE CATL ALREADY WENT BIG ON SODIUM ION TECHNOLOGY IN 2021 JUST TWO YEARS LATER IT WAS SUPPLYING CHINESE CARMAKERS SHERI WITH SALT BATTERIES AND RECENTLY THIS E-CAR TYPE FROM JAC GROUP'S YIWEI WAS IN THE SPOTLIGHT REPORTS SAY THAT SOME OF THE CARS FROM THIS MODEL ARE POWERED BY A SODIUM BATTERY THIS PROBABLY MEANS THAT IN SOME CHINESE CITIES TINY SALT-POWERED E-CARS ARE ALREADY IN USE THOUGH WE WEREN'T ABLE TO FIN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R FIGURES ON HOW MANY OF THEM At the moment I think China is leading the race one should never give up But we have this technology sooner or later with us also I think But now it's in China and we have to close the gap 相較於鋁電池 納電池體積較大 但安全性更高 使用壽命更長 而且在高溫下較為穩定 不易發生安全事故 2023年年底 素有歐洲電池一哥稱號的瑞典電池企業NOSFO也宣布 成功研製了能量密度超過160瓦時每千克的大電池 技術路線與您的時代略同 但研發速度明顯之厚 The hardest part about trading into battery technology is actually not making one good battery in a laboratory it's to produce a million of those including the supply chain of it including the gigafactors that you need to build But why is China so far ahead? Experts say that while Europe has been researching sodium ion batteries for longer China actually commercialized them earlier and got a head start of at least three or four years One of the main hurdles they face is weight They tend to be heavier than lithium ion batteries 電動車電池供應鏈 已成為美國大幅落後的製造領域 拜登2021年上台後 便將他納入美中科技戰的新戰場 並利用抗通膨法 試圖削弱中國在該行業的主導權 今年初 美國國會更禁止國防部 自2027年10月起 向寧德時代 比亞迪等六家中國企業採購電池 試圖進一步推動五角大廈供應鏈 與中國脫鉤 美中華了 美國平等 新墓 一下 美國 這個 負責 獨 hemp 國 西 WASHINGTON D.C. ON THE DEGREE OF THE U.S. DEPENDENCE ON CHINA THE BATTLE OVER BATTERIES IS AT A CRITICAL POINT THERE IS ONE DOMINANT PLAYER CHINA WITH A TIGHT GRIP ON MUCH OF THE BATTERY SUPPLY CHAIN A GRIP IT HAS NO WISH TO RELINQUISH AS THE WORLD CONFRONTS THE LOOMING SPECTRE OF CLIMATE CHANGE WHETHER THE BATTERY BATTLEFIELD BECOMES ONE OF CONTEST OR COOPERATION COULD AFFECT US ALL WE'RE KIND OF AT A FORK IN THE ROAD ABOUT WHETHER WE'RE GOING TO SEE TWO WORLDS OF BATTERIES IN ELECTRIC VEHICLES A CHINESE ONE AND A NON-CHINESE ONE IT'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OUR EFFORTS TO COMBAT THE CLIMATE DISASTER THE WORLD NEEDS A LOT MORE EVS ON THE ROAD IF ANY COUNTRIES OR MANY COUNTRIES ARE GOING THE MINERALS THAT IT HAS ACCESS TO THAT PROCESS WILL SLOW DOWN THAT COULD BE A NEGATIVE OUTCOME REALLY FOR MANY COUNTRIES AND FOR ANY KIND OF CLIMATE TARGETS THAT WE HAVE 去年很多中概股遭到抛售加 宁德时代受到了遥远的影响 所以宁德时代在去年一整年以来是跌幅15.90% 但是过去一个月它的涨幅是17.92% 年初至今是20.36% 目前它在本周是上涨了3.04% 连国际摩根大通都认为它还会继续涨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在这壶壶酸菜鱼上撒上植花瓣 来自大陆的名菜如今台湾越开越多家 不过有些店却开始撑不住 全台掀起酸菜鱼狂潮 不过未在市林区市东路的这一间麻辣烤鱼酸菜鱼店 竟然贴出公告表示即将在3月24号结束营业 才在2023年8月市营运的川鱼餐厅 没想到才开半年多就要说再见 店员坦言 鱼料理瞄准团体客群 大份量一份就要750元起跳 但附近学生多 这样的价位对他们吃不消 来客树少不得不洗灯 不过其实就连前几年很火红的重庆烤鱼店路上也越来越难看到 台南的贵十八重庆烤鱼宣布因为房东的关系即将在3月底歇业 新北板桥的水货炭火烤鱼也早在2023年底悄悄拉下铁门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其他业者决定出其招 热油浇在三菜鱼上瞬间喷香 不过这份量好像照了缩小灯 这家位在东区的店面同时有卖三菜鱼和麻辣烤鱼 主打小份量价格也少了三分之一 纵使一个人也能来吃 比较便宜啊 而且一个人吃也很刚好 比较多人来的时候可以每个人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现在如果今天没有所谓的一个新品 然后持续的让消费者可以去做选购的话 那消费者慢慢就会对这样的单一品类的东西会感到稍微的迟缓 麻辣烤鱼较早进入台湾市场 新鲜感恐怕越发下滑 另外三菜鱼市场逐渐饱和 店家想站稳脚步 除了好味道也要求新求变 观察客群跟上市场趋势 恐怕才能牢牢抓住逃客 TVBS新闻蔡明轩 刘一轩 台北三宝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在一片荒芜中 一个名叫罗兹的机器人 因为遭遇传难被困在了无人岛 严苛的环境 重重的难题正在等着他 各种没看过的生物 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兹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但一切都得适应和大家建立起关系 这是改编同名小说的动画《荒野机器人》 预告出炉 配音卡斯超习惊 黑豹的卢皮塔尼勇OT机器人罗兹现声 剧情围绕发掘自我 不少看过原著的人期待改编结果 还有观众近期被这部深深感动 我们来看一下之后的美国股市 之后的美国股市因为受到零售股下跌 你想的是NVIDIA继续上涨 所以道中指数下跌了0.77% Next上涨了0.16% 标普下跌了0.141% 一整周分别上涨了1.97% 2.85% 2.29% 美元指数在联准会的主席 释出鸽派的讯息 今年很可能会降息三次左右 上涨了0.96% 黄金期货下跌了0.07% 本周对美元的汇率日元是贬值了1.59% 只剩下151.41% 日元贬值得很低 待会我们会做出特别的报道 韩环贬值了0.65% 台币贬值了1.07% 来到了31.965块32块钱对于美元 人民币贬值了0.45% 欧元贬值了0.74% 瑞士法郎宣布降息贬值了1.55% 欧洲央行也准备宣布降息 接着我们来看本周半导体的股价 英特尔下跌了0.16% 台积电在NVIDIA的助长之下上涨了2.6% 三星更是因为据说NVIDIA转单到了三星 三星大涨了7.98% Apple科技股价里头本周苹果下跌了0.2% 因为它得到了美国司法部对它的垄断的调查 Amazon上涨了2.55% 在科技股价的部分还有Tesla本周上涨了4.44% Mita上涨了5.26% 本周AI股的部分还是重点 NVIDIA上涨了7.35% AMD下跌了5.97% Supermicro下跌了8.99% 两个都是因为获利了结的修正 在Microsoft的部分上涨了2.96% Alphabet上涨了6.75% 因为传闻Alphabet和Microsoft要合作 帮Apple还有Mita制作相关的AI 它大涨了6.75% 待会儿来到我们现在的世界餐饮酒吧 请期待我们要上山顶的方法 是很特别的电车 看起来我刚以为是一个房间 因为我觉得很远看 对 很像没有一看窗户 看得到景色 其实景色很好 今天是特别的公司 这 Window 天守 Respifts 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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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都还很怀念那个时光 就是Steve Jobs公布iPhone手机 然后他有很多奇迹 还公布iPad 他说哇 他一个人在演讲台上 他走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取代这个角色 虽然Tim Cook也是这样召开发表会 可是没有人认为 他在整个发表会里头扮演的角色 像Steve Jobs那么重要 现在有一个人取代了他 他的名字就是黄仁勋 这一次他公布的是 搭载灰达新AI晶片的B200的 灰达新晶片架构叫做Blackwell Blackwell本身他最大的比较是什么 其实AI晶片最重要就是运算力 然而他的运算推理力 是过去上一代的AI晶片的30倍之多 所以他的价格很贵 他价格是3到4万美金 那当然他研发的费用很高 是100亿美元左右 所以他自己也提到了说将来 NVIDIA他的整个收入的模式 还包括了以整个数据中心为单位的 AI包套系统 目前为止当然没有人会觉得说 NVIDIA你可以一直独秀在那里 大家都要挑战他 挑战他的除了AMD之外 还有亚马逊 微软 Meta Alphabet 就是Google 所有美国科技巨国都在说 怎么会你一个人独赚呢 我们全部都说要跟进你的AI晶片 那他在这一次的整个重大的GTC的实习大会上 告诉他们说 我已经听说准备好最好的产品了 而且我的用电量比以前整整减少了很多 再加上成本少了25倍左右 那他认为你说你们现在要挑战我 那他的意思是说 恐怕你一个也不会成功 他并且公布了一连串的供应链 供应链有哪些供应链的哪些产业里面 而这些供应链里头 大家都注意有哪些哪些哪些 其中就包括了台积电 我讲了一些运动 我讲过了一段时间 我讲了一段时间 我讲了一段时间 我暴力将行链 我讲过了一段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万人清零加州圣河西会议中心 还有30万人同步登陆线上收看 一场无数全球科技迷朝圣的新产品发布会 主角不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苹果 2024年3月18号 这是AI晶片王者回答 自2009年举办至今届满15年 伴随自己成为全球AI领航者 要为市场人士争相从中掌握 明星产业前景的风向大会 NVIDIA GTC开发者大会 也是魁维五年的实体大会 我愿意介绍你 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GPU named after David Blackwell Mathematician Game theorists Probability 这是 Blackwell sitting next to oh 这是最 advancedGPU in the world in production today this is Hopper this is Hopper Hopper changed the world this is Blackwell it's okay Hopper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又安慰尺寸小一节的 自家晶片产品Hopper 作为介绍下代产品 Blackwell的幽默开场 搭载回答新AI晶片B200的 新晶片架构Blackwell 是黄仁勋在GTC上端出的 杀手级武器 他说Blackwell运算推理力 足足是Hopper 30倍之多 且计划以3到4万美金 约合新台币95万至130万的 价格出售 宣传黄仁勋为研发Blackwell 以前后投注超过 百亿美金的天价费用 因而更倾向出售 以数据中心为单位的 AI包套系统 黄仁勋也拿出具体数据 试图说服全球科技业者 若是想吃到AI发展 从地价格恨天高的Blackwell 非买不可 The latest, the state-of-the-art OpenAI model is approximately 1.8 trillion parameters 1.8 trillion parameters required several trillion tokens to go train so a few trillion parameters on the order of a few trillion tokens on the order of when you multiply the two of them together approximately 30, 40, 50 billion quadrillion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 if you were to train a GPT model 1.8 trillion parameter model it took it took about apparently about you know three to five months or so with 25,000 amperes if we were to do it with Hopper it would probably take something like 8,000 GPUs and it would consume 15 megawatts 8,000 GPUs and 15 megawatts it would take 90 days about three months if you were to use Blackwell to do this it would only take 2,000 GPUs 2,000 GPUs same 90 days but this is the amazing part only 4 megawatts of power Blackwell 运算效能提升30倍 耗能成本 却不增反降地 减少了整整25倍 事实上 从亚马逊 微软 Meta 再到谷歌 全美科技巨拨 眼下积极自主 研发AI晶片的目的 就是为了截断 挥达的独占地位 舞台上 努力差异化 挥达两代晶片产品 优劣的黄仁勋 其实也像在告诉 魔刀获获的竞争同才 回答替你们准备了 更好的产品选择 GTCJ晚安 黄仁勋的秘密武器 不止一个 与漫威超级英雄 格鲁特同 已经回答 全新打造的人形机器人 通用基础模型 Project Groot 在GTC压轴登场 结合新机器人 运算平台 Jackson Thor 透过Project Group 驱动的 回答人形机器人 号称能理解 人类的自然语言 并透过观察 流畅的 模仿人类动作 华安勋现场召唤 由Jackson Thor 驱动 与迪士尼合作的 两台迷你机器人 作为GTC的 最后压箱宝 来说 到前面 狂人薰在GTC上留下了这么一句 挥达是市场制造者 而非份额争夺者 对照全球市场在大会落幕后 争相抢搭挥达蜂巢 投资当天或华人薰点名的合作厂商 成为补涨概念股 都不得不让人承认 AI确实是未来5到10年内的核心科技产业 本就是挥达合作伙伴 并在这一次产品发表中 替之客制化Blackwell 4nm晶片的台积电 更早就受惠于这段关系 赞美信托发行存证ADR 与在台股价一路牺手黄标 2月底台积电成功超赶马斯克的特斯拉 首度荣登全球市值盘营第17页 3月初更挤下美国制药巨头 李莱跳升一名来到第9 黑色皮衣侠客黄人薰 显然正用实力告诉挑战者 眼下有办法单挑挥达者 一个都没有 日本央行做出了一个举措 震惊了全世界 但是大家也谈了 就负利率时代落幕了 负利率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最靠近的这段时间呢 是欧债危机的时候 欧洲央行实施了负利率 而且是从法人到个人 你只要存钱到银行 抱歉我帮你保管 所以我还要扣你的钱 所以称之为叫做负利率 日本后来就跟进了 也是负利率政策 那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呢 是只有对法人 没有对个人 但是很多日本的存钱的老太太 赶快把钱都都领出来 就放在保险箱 所以日本实施负利率的结果 并没有带来他经济消费的成长 他只有卖的最好的 变成是保险箱 而日本经济是否变好了 我们刚刚看到日元贬值到了151 对美元的一个状况 日元经济真的起飞变好了吗 它的问题很多 那日本政府希望能够重振它的半导体 可是专家很多大多数的人认为说 它落后了这么多年 虽然它曾经 曾经就是曾经 它曾经是最强的 但是当当时Toshiba被美国带到 偷了美国的专业技术之后 Toshiba停止半导体这个产业 日本整个停止半导体产业之后 最后就变成换来了 要不然就是 台积电陆续的崛起 而现在日本要激起直追 不管是邀请台积电到雄本 或者日本准备在北海道 投资260亿美元 由政府来投资 来带动2奈米的晶元代工 可是整个日本 整个大环境 相关有的技术 相关有的设备 相关有的各方面的人才等等 还是落后三星 更是落后台积电 3月19日 日本银行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 迎来了巨大的转列点 日盈3月19号宣布 将2016年2月导入 定为负0.1%的政策利率 上调至0到0.1%左右 结束了长达八年的 负利率时代 也终结了全球最后一个 负利率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后 日本银行与丹麦 瑞典 瑞士 和欧元区央行 打破了货币政策禁忌 将利率压制 0以下 以刺激经济成长 瑞典于2019年 结束了负利率 其他欧洲央行 也于2022年 陆续解除 纽约时报提出 在许多国家 通膨高涨 对政策制定者 是一大困扰 但是在日本 这里更常受到 对经济增长 造成阻碍的 通缩的影响 日本通缩问题 由来已久 自1990年 日本股市及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企业及个人 都降低了消费与投资 增加储蓄 借以还债 日本的储蓄率 30年来 平均近30% 几乎一直是 全球最高 最近物价的上涨 反而受到 大多数日本经济 学者的欢迎 日本股市 也在半导体 相关产业带动下 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同资人的 大量资金 帮助日经指数 突破了 1989年以来的 历史新高 在漫长的 失落的30年之后 日本经济 终于要向上了吗 在这之前 先来看看 日本是怎么从 当年的日本第一 落到今天的地步 当时美国财政部长贝克 心中虽然主张遵守 自由市场机制 不赞成政府干预 但面对社会上保护主义抬头 加上党内统治施压 最后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展开行动 贝克选在纽约广场饭店 作为货币外交秘密会谈的场所 1985年9月22号 美英 法德日等五大工业国 央行总裁和财长 共同签署了广场协议 同意与全球金融市场 抛售美元 让美元贬值 协助降低美国出口品项价格 日本是美国 为最重要的外交和军事盟友 对华府几乎是唯命失从 协议签署前 日本经济实力正值巅峰 要升为世界新经济强权 日本第一 当时大量日制产品涌入美国市场 汽车是其中的主力商品 这除了让美日两国贸易逆差扩大 也导致一连串工厂倒闭 进而带动美国采取贸易壁垒手段的舆论风向 美国当时的说法是 美国工业可能会被日本人吞没 广场协议签署后隔天 美元狂泄4.29% 四个月后 在美国要求下 日本银行启动货币宽松政策 一年内三度降息 阻使金融机构不正常放贷增加 四级房地产市场非理性飙涨 一年后 日元对美元升值了55% 许多出口商因无法支撑下去而倒闭 日本再也无法承受 时任大藏大臣 公泽洗衣和贝壳会面 表达希望停止让志员升值 保护日本出口的立场 但贝壳却回他 美日贸易赤字尚未缩小 日本还得再继续降息 哪怕明知事态严重 却因为惧怕美国报复 日本仍任美国于取于求 埋下祸根 1987年10月 美国股市爆发戏剧性崩盘 上演黑色星期一 股灾席卷全球 不幸也打乱了日本银行 启动升息旧经济的脚步 日盈担心此时升息 将造成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 一个迟疑 金融市场泡沫破裂 经济噩耗击踵而至 为了满足华府所求 日本频频让步 未能捍卫自身利益 最终自食恶果 从此一缺不振 陷入失落的十年 甚至三十年 直到现在 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1年出台了 半导体和数位产业战略 通过补贴等直接方式 重整日本国内半导体产业 迄今已确保了 大约4兆支援的预算 日本不断新建半导体工厂 预计到2029年 投资额将达到 9兆日元规模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复兴 从雄本开始 台积电雄本厂 2月24号开幕 距离动工的2022年4月 仅花了20个月快速完工 预计在今年底量产 雄本衣厂将提供 12奈米 16奈米 22奈米和28奈米制程技术 台积电宣布 2024年底 在雄本新建第二座晶圆厂 2027年底量产 增加提供6奈米 7奈米及40奈米制程技术 两座工厂总投资额 将达到225亿美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透过影片宣布 加码补助雄本二厂 7,320亿日元 日本曾经是半导体界的霸主 1988年 东芝等日本企业 垄断了全球50%以上的风格 取得压倒性领先 然而现在日本半导体 仅占全球不到一成 最主要的原因 是1980年代 美日贸易摩擦后 日本签下了美日半导体协议 对半导体产业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如今随着美中经济摩擦 地缘风险加剧 日本成为了半导体 生产的承接地 随着台积电在雄本建厂 停滞的日本半导体投资 开始复苏 极力实现先进半导体 国产化的日本Rapidus 也计划自2027年起 在北海道量产2奈米半导体 要将北海道打造成半导体 创新中心 期望能带动经济 重振失落30年的半导体产业 但一般专家均认为 停止发展晶圆代工产业之后 即使日本人盖场迅速 不乏人才 可是要急追韩国三星 SK海力士 仍有一段长长的距离 而日盈这次升息幅度 虽然很小 象征意义却很重大 首先 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 到2023年末 相当于GDP的261% 早已位居世界首位 虽然日本国债购买者 多为日本人 不是外债 但此前 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 或零利率时 对于利息支付国家财政 压力较低 此后负息的压力将加大 同时 境外利差缩小后 汇率的变化 也将对出口 海外观光客 以及吸引外国投资 产生影响 目前日元兑美元 已贬值至150附近 日本不太可能 光借着半导体复苏的东风 走出长期通缩 日本未来经济 未必找到了答案 海外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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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希望进行 由来唯一浦 半寸 北海外观客 此次的总东 来越来越来越 skirts TBBS新聞網 生蠔便宜又大喝 甘甜無辜 就是一種新鮮的快感 超級料亭的何丟收起燒 好辣好辣 走走 輕輕不停它就化開了 安康魚乾直接炒入鍋 走 請鎖定食尚玩家兩天一夜 不好吃好玩 全部錯過喔 還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癮 揚揚 驚喜行李 專為你設計 一起下載 開啟您的時尚生活新片中 你怎麼 就這麼不懂我呢 就這麼不懂我 是他這邊嗎 我的努力 未來你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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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有一間 很好吃的餐廳 對不起 我錯了 其實我內心 真正的想法是 其實衣服我根本分不出來 他們的差異 這些不都白色嗎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衣服 然後都不穿呢 放浪費錢啊 真的是高不懂女生啊 這也太帥了吧 這個牆 其實也補貨了耶 其實我內心真正的想法是 這些鋼彈 我根本分不出他們的差異啊 甚至還要買兩盒一樣的 一盒收藏 一盒組裝起來 可是我根本沒看過 他們被組裝起來啊 啊 好浪費錢啊 真是高不懂男生啊 不要再買衣服了好嗎 我愛你 但更愛我們未來的情景 做不到 所以只有我不能買嗎 一邊省錢 一邊談戀愛吧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就在TVBS42台 好多歌喔 你們到華裡面有加什麼特別的嗎 川味麻辣 超好 這有點超級 你確定 吃抹刀 食尚玩家 熱卷十八小時 經歷了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之後 民眾開始留意到 肺部感染後 可能會導致肺部像菜瓜布一樣的 肺纖維化 這種菜瓜布肺是屬於兼職性肺病的一種 其中最可怕的是 特發性肺纖維化 如果沒有及早發現 並適當治療 五年存活率比許多癌症還要低 特發性肺纖維化是一種不可逆的疾病 一般人在40歲後 每年肺功能會緩慢下降 約30毫升 但肺纖維化患者 每年肺功能急速下降約200毫升 常見有咳 喘 淚 三大症狀 肺纖維化 如果你聽到說 美國總統拜登在3月14號的時候 正式宣佈 某一個國家不可以併購美國鋼鐵公司 這個美國鋼鐵公司 是一家美國非常著名 1901年成立的 American Stowe這家公司 它的總部設在賓州的Pittsburg 另外也在Mishka 這兩個地方都是這場大選的搖擺州 而這兩個地方的鋼鐵工會 都反對被日本併購 你本來剛開始聽的時候 很可能說他反對中國併購 No 這次要併購的是日本 那日本是美國最堅定的 在東亞的軍事同盟 也是各方面為美國試問的 最重要的一個國家 那日本從去年開始 就和日本的鋼鐵公司 就和美國鋼鐵公司 開始談判彼此要併購 而且條件是我併購你之後 所有的生產都留在美國 他們希望能夠再造 美國鋼鐵公司 成為一個更好的技術的一家公司 它以每股55美元的價格 斥資141億美元的現金 來收購美國鋼鐵 如果可以完成併購的話 將成為歐亞產量 第二大的鋼鐵製造商 目前美國鋼鐵公司 在全世界只排名27 所以對於美國鋼鐵公司 不是一件壞事 可是可能美國鋼鐵公司 工會成員 並不喜歡日本人來管理他們 同時當時日本也承諾 它會把美國鋼鐵公司的名稱 品牌都不改變 然後它會增加 在當地的生產設施 繼續在美國生產 而且移入資源 來促進就業的增長 但這是對美國有利 對Pansylvania有利 對當地的民眾有利 可是對很多工會的人來說 我怎麼會變成日本人 來管我這家公司呢 所以他們全面的抗拒 他們抗拒的結果 拜登就在3月10號宣布 反對日本併購美鋼 馬上美國鋼鐵公會 就宣布支持拜登 人們說這場併購失敗 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剛好碰到了選舉年 要併購應該要早一點 在2021或是2022或是2023之前 就要完成 你搞到2024 又兩個它主要的公司總部 一個在賓州Pinsburg 一個又是工廠 在Michigan兩個都搖擺州 拜登當然考慮的 不會是美國的經濟 而是它個人的選舉 這是一片鋼板的華麗旅程 從佔有全球50% 鐵礦砂產量的主要生產地 澳洲開始 開採後考量工資成本高 環境污染等問題 澳洲並未以鋼鐵業 作為經濟發展主力 礦砂主要出口中國和越南 製成各種粗鋼 接著再運往韓國或台灣 製成高階半成品鋼板 最後轉往美國的鋼鐵大洲 鋼鐵業 經過全球化的旅程後 一片高端的鋼板在此誕生 並應用於我們生活裡的每一個角落 鋼鐵業是美國20世紀工業化發展代表 而今位於美國賓州的鋼鐵企業 並非全然是沒有足夠的利潤 但因為高度的自動化 使得勞動工人減少 在2018年 時任總統川普稱 要重啟賓州的昔日風華 再瞄準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第一槍便是針對進口的鋼鐵課稅 拜登上台後 外界以為他會取消 以降低鋼鐵業的成本 但並沒有 財政部長葉倫表示 堅持關稅有利於美國對外貿易談判 尤其是對中國 此舉扭開的是一連串全球化逆轉 從鋼 綠 到晶片 拜登政府並且展開印太戰略聯盟 推動有岸外包 一直將供應鏈集中在擁有相同理念的 議員政治盟友間 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然而 就在2023年12月18日 一項有關日本收購 美國鋼鐵的新聞引起 時機減染大破 加購 为美国基础建设海军舰队打下攻击 百年老店如同他的公司名称 不能被取代 这项收购案宣布事隔三个月后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罕见发表书面声明 反对并购 这笔日美钢铁企业的合作 将可创造一个横跨欧亚美的全球第二大钢铁厂 对双方都有好处才对 另一个原因在于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是美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之一 约有85万名会员 其中美铁在两大铁锈区 滨州和密西根州都设有工厂 这里也是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 况且拜登已将重振美国制造业 作为寻求连任的核心议程 彭博社分析 尽管美国钢铁的市占率已经萎缩 但它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在3月21日以表态支持拜登竞选离任 在今年的大选中拜登与川普两人都积极抢夺劳工阶级的选票 因为川普于2016年破天荒胜出 拜登在2020年当选 劳工选票功不可没 只不过拜登获得钢铁工会的力挺 却让他所推动的有岸外包政策受到质疑 这个质疑 har been unfortunately timed the fact is that there's been plenty of examples of foreign ownership of steel over the past decades it just this one happens to collide with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which means it's especially politicized everybody does Japan's an ally 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ake them an economic ally for years we've had issues over trade cases where they've dumped product into the US 但在日本钢铁收购美钢一案中 显然所谓的有岸外包有其局限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来计划在今年4月10日访问华盛顿 此次访问除了加强日美之间的长期安全联盟之外 路透社指出拜登对日本美铁收购案的反对立场 显示在兼顾的军事同盟 也必须败于美国第一之下 会会灭蒙上阴影 其实华尔街日报在2024年1月份的报道 便已经提及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 已经大到让欧洲盟友感到失望 如今日本盟受150亿美元交易的潜在失败 当然会促使日本企业分享欧洲联盟的感受 对未来的战略归战略 美国经济利益归利益 更加深刻体会 在未来并购美国企业时 也将越来越谨慎小心 怎么会那么刚好就是相继呢 拿出身份证 健保卡和相关的卡片 每一张都保存得很好 75岁的女性老翁死亡 妓女保留这些 也想让继父入土为安 却卡在一些流程 让她没办法完成 她这都准备好了 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拿出老翁生前天天戴在手上的手表 连照片也洗出来 但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用到呢 她之前是跟我妈妈有结过婚 她后来又离婚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是 等于是属于妈妈的同居人 那我跟她的关系是 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她是年前继父嘛 算 对... 对... 如果以法律上的关系 是这样子 没错了 蔡希女子表示 自己的母亲带着她 改嫁给女性继父 但后来两人因为债务问题 选择离婚 不过三个人还是住在一起 也相处何乐 不过母亲去年11月底却过世 女性继父也在一个礼拜后往生 妓女想要处理 但因为没有开出死亡证明 后续所有流程都卡关 经过了解 女性男子有90多岁的姐姐 但因为血缘上有关系的家属 没有接手处理 导致真的想帮忙的前妓女 无法处理后事 现在也只希望检察官 开出死亡证明 让老翁走完最后一段路 TVS新闻 施血缘陈家彤 新北采访报导 老板熟练的单手打蛋将铁碗里20颗蛋液拌匀之后 倒入热好的油锅开始拌炒 因为量多火候拌炒速度都要控制好 最后加入灵魂酱料 用酱油稍微调味 炒鸡蛋铺上白饭每一口都是满满蛋香 蛋饭这一位是云林斗六人 从小吃到大的平价美食 甚至还有人特别从其他乡镇跑来买 因为我不住这里 你不住 我住戈壁镇 戈壁镇特别跑来这里买 不少人表示其他地区都没有看过蛋饭 而鸡蛋跟白饭粒粒分明的口感 又不是蛋炒饭或是煎蛋炒蛋能够替代的 不过蛋饭这一道料理 其实起因是源自于父母的爱 老板说自家孩子小时候比较挑食 才会用炒鸡蛋加酱油 跟白饭拌在一块吃 没想到竟误打误撞 成为了在地特色小吃 海鲜披萨这回下面不只是多了 鲜虾还有蟹肉棒 又多了八颗超Q嫩的干杯 连锁披萨达美乐上车宣布停卖 夏威夷海鲜披萨 18号突然重磅回归变身豪舌版 巨无霸尺寸要价1500 虽然用料大方 民众听到价钱 认为买单钱真的要想象 850就可能高了一点吧 以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好吧要买680吧 850可能要再考虑一下 20块每 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攻击 正在一天一天地失去这个国家 在群人对他的一个尊敬 布林肯在20号的时候返回中东 他希望能够确保以色列跟哈马斯停战 这是他六个月以来第六次的中东行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以色列不能接受巴勒斯坦人建国 尤其如果以色列现在再打进去拉法地区的话 他将会被世界孤立 而加拿大也宣布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以色列的一个相关的愤怒 在这个状况里头 其实相当多的国际人道组织 还有相关的无国际组织的医生 只要从加萨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写满了令人感觉不敢置信的 地狱就在人间 就在加萨走廊的相关的一些报道 跟相关的一个状况 而纳坦亚胡见了布林肯 但是他见了布林肯的时候 他告诉他 即使没有美国对我的支援 我们也会共进拉法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哈马斯 我们毫不在乎 以色列在本周正式的没收 约旦河西岸八平方公里巴勒斯坦的土地 三度否决加萨 立即停火决议的拜登政府 3月22号就加萨人道危机提出的最新决议 却出现立即和持续停火的用语 英国卫报指出 美国提出的决议案 不是要求立即停火 只是表明立即停火的必要性 而且美国现在愿意使用立即一词 是为夺回在联合国就以哈问题的领导地位 但这份决议在安理会上表决时 尽管15个理事国中有11国投下赞成票 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 未能通过 美中俄大国在安理会上权力斗争的同时 加萨民众持续过着水生火热的生活 这是活生生的冷静炼狱 加萨民众持续过着水生火热的食物 加萨民众持续过着水生火热的食物 生命的程度对发育的影响恐将无法逆转 世卫二月表示加萨五岁以下儿童 百分之九十患有一种以上的传染病 这场战争已夺去超过一万三千名孩童的性命 尽管国际政府和救援机构 从空中和海上向加萨运送物资 陆地运输依旧是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但以色列在陆地设置层层限制 阻碍国际救援进入加萨 国际饥饿监测机构表示 加萨粮食短缺已远远超过饥荒的程度 过去一个月北加萨就近三分之二的家庭 至少整整十天没有任何食物可吃 如果以色列坚持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 预计即在拉法的近150万人 也就是超过加萨半数人口 将面临极度粮食短缺 以色列一开始攻打加萨时 就下令当地民众往南逃 并承诺会保障南逃民众的安全 而当民众逃到最南端的拉法 已无处可逃时 以色列现在说 他们不得不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 才能完全歼免哈马斯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进攻拉法是一大错误 纳坦雅胡表示 任何国际压力都无法阻挡他们的军事计划 断然拒绝拜登取消进攻拉法的请求 彭博社分析指出 拜登和纳坦雅胡的公开争执 反映出各自在国内遭受的政治压力 他们都面临政治生涯的存活关头 为保住领导人的位置 必须吸引所需的支持 纳坦雅胡必须更强硬攻打加萨 以维持极有联盟的支持 而拜登需要挽回 因支持以色列而流失的选票 一百多名民主党金主 致函拜登的竞选团队 警告总统持续提供武器 给以色列攻打加萨 正增加川普获选机会 以色列本周再度突袭 北加萨最大的医疗设施 洗法医院 目击者指出 以军在洗法医院 拘留巴勒斯坦记者和医疗人员 蒙住他们的眼睛 逼迫他们脱到只剩下内裤 并拍下照片严加拷问 洗法医院是北加萨 少数还能运作的医院 以军突袭当时 院内外庇护约3000人 高度危机平民的性命 以色列重生 哈马斯把洗法医院当作指挥中心 却依旧没能提出证据证明 The IDF also maintained that no harm had been inflicted on civilians or medical staff in the hospital But testimonies from Palestinians inside Al-Shifa tell a very different story We were informed by the Israelis that anyone moving within the hospital or around the hospital complex would be targeted by snipers this medical student says We can't leave the building to treat those injured outside Some families attempted to leave but they were targeted and killed 纳坦雅胡政府实言殲灭 哈马斯 罔顾加萨平民安全的作战方式 还加剧了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 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 民主党参院多数领袖舒默 即批评纳坦雅胡是中东和平的障碍 呼吁以色列投票下架纳坦雅胡后 最新还拒绝让纳坦雅胡在民主党闭门会议上 也说共和党则是张开双臂欢迎 中院议长强森计划邀请纳坦雅胡 在国会联席会议上也说 展现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 共和党批评民主党进风转舵 为选票背弃以色列 Do you think Speaker Johnson inviting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o address Congress would further that goal of bipartisan support for Israel, or would it be divisive? You know, he did not appreciate what Senator Schumer said to him He made that clear Look, we should not be interfering in their domestic activities They're a democracy They have their own customs and so forth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And he made that pretty clear to us But he still wants to bring this back to bipartisan and nature So, the truth 美國的北边邻国加拿大 则不愿意成为以色列 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帮凶 自1月8号以来 就停止出口武器到以色列 加拿大法律禁止出口 可能用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或严重伤害妇女和儿童的武器 加拿大议会3月18号 还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 呼吁政府停止进一步授权 和转让武器给以色列 但加拿大停运武器 对以色列并不构成任何威胁 The majority of Israel's arms imports only come from two countries As you can see there 69% between 2019 and 2023 coming from the US 30% from Germany and that tiny tiny slither there coming from 1% from Italy and other countri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以哈开战后 第六度出访中东 协调以哈停货交换人质协议 布林肯坦诚 双方和难以达成共事 美国积极展现 为释放以色列人质 和确保救援物资 能送入加萨的努力 但尽管加萨局势已再恶化 拜登政府始终没有要求结束战争 要说布林肯 这趟中东行有任何收获的话 就是美国和沙烏地阿拉伯 有可能达成区域安全协议 包括美国出售武器给沙烏地 并提供安全保障 以换取沙烏地和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 即便拜登政府 近来加大批评纳坦雅胡 实际上还是继续推行 亲以色列的政策 这里的格数都会对应说 这里面有几张签 然后就是大奖通常都是公仔 然后公仔的签数就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这一只 A它就只有三张 然后B就只有两张 这就是源自于日本的一番赏 大多都是以知名动画为主题 例如七龙珠海贼网等等 每一套都有专属编码 不同英文编号 对应到不同奖品 只要花三到四百元 就能筹一只签 那签盒在这边 可以对一下签吗 那它这边就有显示居赏 所以我得奖居赏 就是可以抽到这个杯子 虽然无缘高价公仔大奖 不过就是主打每抽必有奖 让消费者都想一试再试 抽完后店员会再把签纸贴上去纸板 意思告诉客人 剩下几张签奖品还有多少 消费者要保护自己的话 就是要对好签码跟数钱 就是这些空白的都要在盒子里面 就是都还在盒子里面 然后呢你盒子里面 它有多少抽 你就要把它数出来 因为一番赏常发生争议 为了避免被消费者认为藏签作弊 除了配合录影外 有些业者绝不卖混套 会有混套的呢 就可能就是他这一套的大奖 像这里的就是大奖已经很少了嘛 就都已经抽完了 但是小奖还剩下很多 然后呢他就把这边小奖剩下的这几个签 都挪到这一盒的签盒里面 让你的签变多 但你的大奖机率就会降低 若消费者认为购买过程中被误导 或店家不老实 都可以向消保官安 公平交易委员会 以及警方来举发 如果查证属实 可能会涉嫌诈期 或是损害赔偿责任 毕竟抽奖的乐趣 就在于不确定性的刺激 失了公平的游戏 谁想玩 TV别新闻成员人 吴亚新北报道 毕竟一日之际 在于成吃饱很重要 二民众仔细算算 跟以前比光在吃早餐 支出还要更多 本来是90 加一层服务会99 现在是变成120 再加一层服务会132 一个餐点搭一个饮料 也要五六十块 现在物价涨台北早餐 一顿至少100元跑不掉 贵了20到30元 连锁超商看准早餐经济 根据统计早餐外食人口 多达一千一百万人 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变 每年持续成长两成左右 搭上国际早餐日 全台四大超商推出超值组合配 只要49元就可以吃饱 全家为例多达两百多款的商品 让民众自由选靠抽iPhone活动 希望增加买气 Seven则是在咖啡的部分 值得品项第二件半价 再来莱尔夫OK超商 同样也是同版价组合 我们有观察到 其实因应消费者的生活习惯转变 那蛮多的消费者 他可能是睡得比较晚 也气得比较晚 那整体可能很多人 就是早餐午餐一起吃了 业者除了超值组合 还搭配节日优惠刺激早餐买气 TV的新闻故守窗王金破王思纯 台南台北采访报道 去年以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于10月7号 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 可是很多人从那个时间点 好像才要了解 整个加萨走廊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在那个状况之下 慢慢演变到现在 支持以色列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拜登过去对以色列 毫无条件的支持 受到了各方的质疑 拜登进行了各方面立场的 不同的转变 华盛的邮保做出了相关的整理 为了选举 自2023年10月7号 以哈战争开达五个多月后 美国总统拜登发现自己 深深卷入了一场 他不想要的战争 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 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 决定性因素 拜登的盟友私下承认 以哈战争对拜登造成 重大伤害 成为他最大的外交灾难 华盛顿邮报 整理拜登开战以来的发言 清楚呈现 拜登对以色列 攻打加萨的态度 是如何转变 以尝试控制损害 拜登一开始向以色列 发出了坚定支持的讯息 表明美国不会对以色列 攻打加萨 设置任何红线 拜登还质疑 哈马斯卫生部 发布的加萨死伤数据 当时以色列攻打加萨 仅仅一个星期 就造成超过5000名加萨人死亡 超过1.5万人受伤 战争迈入11月 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 迅速成为2007年 哈马斯控制加萨以来 最血腥 最致命 也最毁灭的战争 以哈战争爆发短短20天 加萨死亡数字 就已超过1万人 当中7成以上市 扰弱妇孺 加萨超过6成 医疗机构停摆 7成民众无家可归 在非人道的状况下 求生存 美国国内呼吁 立即停火的声音 越来越高涨之际 拜登是这么说的 华盛顿邮报指出 拜登开始和纳坦雅胡政府 保持距离 但依旧持续向以色列 提供武器 在战争迈向满两个月之际 2023年12月8号 拜登政府绕过国会 紧急向以色列 运送数千枚炮弹 同天 美国还否决了 安理会呼吁 立即扔到停火的决议 战争进入2024年 世界各地抗议以色列 攻打加萨的浪潮 有增无减 1月25到29号 进行的民调也显示 美国一半受访者认为 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 太过火 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上 显得越来越鼓励 此时的拜登开始公开批评以色列 尤其在2月27号 美国密西根州总统初选上 超过10万人投下不表拍票抗议 拜登团队意识到 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 恐导致拜登输掉 11月的总统大选 拜登需要更高度谈论 加萨的苦难 这时的拜登 开始引用哈马斯当局的 死伤数据 尽管他两个多月前 才对此表达质疑 挑战拜登 掩任的川普 则不断批评拜登 处理以哈战争的方式 却不怎么谈论自己会如何解决这场战争 川普希望利用拜登在以哈战争上的失败 收割总统大选 华尔街日报 3月进行的民调发现 60%的选民不赞成拜登 对以哈战争的处理方式 比去年12月增加8个百分点 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 拜登的策略是 如果他尽早向以色列表达 明确且坚定的支持 他将可影响纳坦雅湖政府的战争决策 但白宫官员现在承认策略失败 他们对以哈战争会如何结束 充满不确定性 华尔街日报也指出 拜登错在认为 在大选前 他是唯一有筹码可左右以色列的人 拜登因以哈战争而流失的支持 也怕以色难以挽回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文献十周报 跟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